大家好,我是清潜 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款特别轻松能够度下的一款多肉 就是我们眼前的蕾丝公主不死鸟 看,我们这边将近持续两个月左右都已经没有下雨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放在楼顶全日照养护的蕾丝公主不死鸟 这个是我今年上半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只移栽了两三颗的蕾丝公主不死鸟在楼顶上面 目前已经繁殖出来特别多 看,它这个小的会自己脱落 只要有土它就能活 而且我基本上不怎么给水的 配土也是里面的煤渣和细砂在80%以上 但是它们都没有干枯死掉 只是叶片现在呈现这种红褐色的这种感觉 如果水分比较充足的话 叶片是碧绿的 可能是因为极度的干旱 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呢 能促进它小牙的萌发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戚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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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